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今天我们一进来 还是先讲一下现在公事发生的这个问题好了 其实这些事情是一连串的 所以我们今天会谈到为什么民进党要把手插进公事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酝酿了非常多年了 那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企图的时候 我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从我们在学生时期就一直听到 就是党政军退出三台 因为那时候的电视台主要是老三台嘛 对不对 那党政军退出三台 废除刑法一百条 那结果走到今天二十年后 我们必须要斗退路 就是党政军的这个手啊 又插进了媒体 而且是插进了国家的媒体 他们有一个思维就是认为说 这个公共频道 把这个央广 央广是本来是国家的频道嘛 他有任务的他是对中国广播尤其在冷战时期 他是一个对中国广播的用这个短播收音机 利用这个地球啦 这个音讯怎么样传出去 利用这样一个自然的这个现象 他可以传得非常的远 因为地球是椭圆嘛 他照着这样的一个坡 他会一直往前走啊 那这个东西我们甚至有一些广播是可以到达西藏 可以到达蒙古 到达北韩啊 所以当时冷战时期呢 美国人是军方在台湾找 通常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辽阔的 像海洋向外的一个平原 然后后面呢 因为有靠山嘛 所以很多地方台湾都很合适 比如说像台南 嘉南平原 后面有这个我们的中央山脉嘛 所以当你这个广播 这个高的那个塔建起来之后 你传出去的音讯呢 可以传得非常的远 当然他会受到太阳的影响 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早晚会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因为到今天为止 中国还有一万多台这个 这个短波的这个收音机 那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方法 像一个接收 讯息的一个方法管道呢 收到在调频的时候可以收到 来自自由 这个台湾的这样的讯息 所以像中广 他是央广 跟中广不一样 央广呢 他是有任务的 而且他里面有非常多的语种 大概有十几种语种的这个人才在里面 做不同的语言的这个网播 好 那像这样的一个任务 其实跟这个 比如说自由电台啦 美国之音啊 自由欧洲啊 美国国会所赞助资助的这样的频道呢 是类似的 那他也类似像BBC 他是一个国家的频道 可是 回来讲哦 当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整合 包括华视啊 央广啦 再加上公视 你把这一些 通通都整合 叫做公共媒体法 要整合一个国家队 那你目的是为了要对抗中国的影音输出 那这样问题来了 很多人觉得说 这一次在公视的这个问题上面 有什么错呢 公共频道啊 公视就是国家的电视台 不是 公视是全民的电视台 他是一个独立机关 他不应该 有人可以插手进去 即使插手进去的人是政府 如果政府可以插手进去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这么多年 党政军要退出三台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一系列来了 你控制媒体 然后假什么之名呢 假反共之名 有多少罪恶假反共之名而进行 其实反共是对的 可是就像我们说 高举正义的这个大旗啊 有多少罪恶是 在寄生在正义这两个字下面 所以不是说他拿了一个什么旗子 你就要相信他做什么事 好就像现在蓬佩奥所说的 他在这个上个礼拜吧 他在加州的这场演讲 他特别选了这个当时开放中国 除了大家都知道是吉米卡特 去跟中国签了建交的公报嘛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跟中国建交 这个门大门是从谁打开的呢 是基辛旗是尼克森 所以蓬佩奥特别选了 尼克森的图书馆在加州 他跑到加州去 他从DC跑到加州去干什么呢 特别做了这场演讲 他说当时尼克森打开了这道大门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很担心他会不会制造一个 像钟楼怪人这样的一个monster出来 只因为他打开了跟中国这道大门 然后他引了雷根的说法 雷根说在冷战时期对待苏联是怎么样 相信他所说的 但是要去检查 要是事后要去double check 要去检视 他做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做 可是蓬佩奥现在说 他对于中共 他们新的说法是这样 我们不相信他 连他说什么都不相信他 而且还要去检视他 然后他用极权主义 来形容习近平 这个是现在已经对于反共不反共这个问题 已经走到翻过了当时的冷战的这个过程 已经翻开了另外一页 而台湾呢 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个国际局势的转变 我们到底有没有敏感性 没有 我最近以来看到所有的评论 讲到这件事情 不管是公事 不管是华事 不管是我们所有的媒体 讲到这件事情 没有人发现这个关键 我讲过 其实美国为什么对于中共的这个问题呢 一直啊 进退失据 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 那很多人批评川普 我对川普的看法却 却跟大部分人不一样 因为你看他一路走来 其实川普说到做到说到做到 你说他是个商人 所以他一定会屈服 他一定会去交易 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可是 主流媒体 包括 我们以前所信赖的纽约时报 包括CNN 天天骂川普 有理媒体通通拿来骂 可是你要检视他做了什么 而不是他说了什么而已 我认为川普一路走来 其实他非常一致 但台湾呢 你必须要对中国的问题 先做一个定性 你是要定性中国 你还是要定性中共 现在美国 白宫在这个事情上面 定性的非常的清楚 他努力的把中共 跟中国给拉开来 为什么 让中国人自己来推翻中共 所以要把中共独立出来 美国是用这样的处理方法 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 那么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第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让所有的人跟着你走同样的路嘛 那就要定性 中共对于美国来说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它还是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吗 它是一个盟友的关系吗 还是它是一个敌对势力 你唯有定性 它是敌对势力 才有办法处理后来的媒体的问题 可是你前提如果通通不处理的话 后面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他的记者也可以来 他的民众也可以移民 可以旅游 自由旅行 那为什么现在可以开始抓人 关你的领事馆 台湾不是 台湾现在说 我为了要对抗中共 我要先抓紧什么呢 公共媒体 所以公共媒体法 就是执政党媒体法吗 让党政军的力量 可以重新回去抓着媒体 然后洗脑台湾的民众吗 我们下一段进来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是从公示的提名 提名就已经是亲散你的人嘛 跟你亲近的人才会被你提名嘛 可是不给予独立的职权 不给予独立行使职权的独立机构 的这样一个权限 包括提名NCC的委员呢 记不记得5月16号 总部府的骇客们所留出来的资料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记载 关于NCC的提名 一定要提名哪些人 然后要控制他 甚至呢必要的时候 可以要关什么媒体就关什么媒体 独立机关叫来骂就叫来骂 连大法官都可以叫来骂了 所以绝对的权利 带来绝对的腐败 有奴才就有独裁 10亿的国际频道 根本就是民进党想要拿来当做一个大外宣的工具 所以才会去挤出这个10亿的预算 你从哪里挤出来的 立法院的有通过这样的一个预算吗 是在文化部里面就可以轻轻松松挤出来的预算 这不荒谬吗 几块钱都可以好好的 我还曾经看过那种 因为这个 说这个端午决的时候要落军 好 所以这个县市政府里面 不是有那种 跟那个军役事情有关的吗 就是兵役客 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预算才几千块 说跟谁 落军吃一个饭 然后还买粽子来送 最后都是假发票 我看过这样的案子 结果一堆公务人员为了那几千块 几千块总的只有几千块 然后坐牢 然后退休金没了 一辈子 可是 窃国者怎么样 诸侯 十亿的经费都可以这样挪动 然后目的是变成要弄一个政府大外宣 那这个政府大外宣呢 你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说 你觉得现在公共电视做得好不好 如果是为了政治目的的话 公共电视做得并不好 可是你如果说拿BBC来做比较 拿德国之音来做比较的话 那BBC做了什么东西 BBC有一些跟动物有关的频道 做得很有趣嘛 然后艺文啊 建筑啊 事实上 国家的 没有国家的频道这种问题 它是公共的频道 是全民的频道 它应该要承载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更深层的 是文化 是文明 是艺术 是历史 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所展现出来的 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准备 这些事情我觉得BBC做得不错 那如果有一些公共频道 哪一些国家的公共频道呢 是拿来当作大外宣 是拿来当作公共政策的这个宣导 我们就应该要去学那些错误的样板吗 还是我们要把这个现在的将来的公广集团啊 这个公共媒体啊 全部变成像新华网啊 或者是它的央视啊 这样的体系 变成是一个执政党的大外宣 同样内容再做成英文的部分 把它推出去 不会成功的啦 这十亿啊 一定是丢在水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思想在里面 你没有内涵在里面 你整天说自己 谁要听你的 一个没有自信的一个政府啊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用钱来交朋友 你看小时候啊 有一些人在幼稚园里面 或者是到小学还是一样哦 其他的孩子霸凌他 要交朋友呢 就必须要他把铅笔盒里面的东西 通通拿出来送人 还是固定要回家 拿钱买糖果买饼干 分给大家 你看过这样的孩子没有 你自己成长过程 你自己有没有当过这样的孩子 用花钱撒钱的方式来交朋友 最后他会不会有朋友 最后答案是他还是一样没有朋友 你应该要文化内涵 这孔子说的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 既来之则安之 交朋友是这样教的 人家不喜欢你 不服气你 你要修文德以来之 你要用自己的文化 你自己的文明去说服他 如果你都没有文明 你不知道文明是什么 那有什么用呢 我顺便来宣传一下 明年台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大事 就是全球的福人社国际年会在台北举办 那福人社应该要宣扬什么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 福人社可能想说我们国际年会在台湾 那我们就去告诉全台湾的人 福人社是什么 在做什么样的公益 然后有人误会说福人社就是吃吃喝喝 那其实不是 因为人都是陌生的 你加入一个团体 你要靠着联谊 才能够加深彼此的感情跟互动 对不对 向心理 所以联谊是为了让大家想法一致 那就像你去交朋友去跟国际交朋友 当然要联谊啊 各种活动联谊 运动赛事联谊 对不对 艺文活动联谊 艺术品拍卖联谊 这些都是交朋友 不是因为大家要吃吃喝喝 不是因为要去买卖艺术品 不是为了要去运动场上 我们要去抢这个金牌 不是 真正的目的是联谊之后的感情 然后消你这个族群之间的 不同种族之间的误解 世界大同世界和平是这么来的 这也是一种自由的展现 那 有这样的一个力量之后 我们形成联谊之后 团结在一起要干什么呢 出去服务 我们贡献更多 所以福人社其实在一件事情上面 跟病毒相关的就是小麻痹症 根除小麻痹症 病毒很难从地球上面根除 但是小麻痹症几乎要完成了 这个是福人社做的最大的成就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宣传 不是说我一直告诉你说 他就是好 请你们来 大家一起来加入 你要用感动 你要用 因为像这个 我们现在做一些偏向的英语教育 然后让高中生透过视讯去教 一对一的教学 偏向的这个数位落差 资源的落差 教育资源的落差 医语教师的落差 让这些偏向的孩子透过视讯 能够学英文 这中间有很多的感动 感动可以让人的灵魂唤醒 让人醒过来 然后和解 然后激发自己的热情 每一个灵魂都是清醒的 而不是只会在网路上谩骂 这些精神这些核心 你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吗 当你没有这些文明 你没有这些内涵的时候 你再花100亿 也不可能达成大外宣 唯一能够形成的是什么 谩骂 撕裂 仇恨 这就是现在用网军治国 所形成的社会现象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用真相来化解 用文明来唤醒大家 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COUP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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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NCC委员洪真林 他即将卸任 那要回到台大重新任教 他接受这个卧槽的采访 讲到这个东西就是说 希望用公共媒体法 打造一个媒体的国家队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在讲 媒体应该有国家队吗 这是一个 所谓的媒体改革 长期以来的媒体改革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怎么我们会走了二三十年之后 走媒体改革 走到最后我们要打造一个媒体国家队 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对于文化部 我们为什么会有文化部 大家知道吗 过去有新闻局嘛 新闻局为什么要切割 有NCC管平谱 有文化部 去扶植一些文创 鼓励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跟电影相关啦 影视相关啦 电视相关啦 然后办书展啦 这些东西文化部 就像文化部啊 要把这个公市 华市 央广 中央广播电台 还有中央通讯社 组成一个大公广集团 这个大公广集团呢 是要组成一个国家队 那洪真林对于这个国家队这个愿景啊 表示肯定 并且指出说 中国影视流行文化 在近年啊 强势输出到台湾 而台湾呢 被长期被WHO霸凌的这个情形啊 凸显台湾在国际上的弱势 因此呢 由承载台湾丰富文化意涵的公共媒体 来捍卫台湾的国家文化主权 争取回台湾的话语权啊 变成一个急迫的议题 文字都做的 讲得很精确喔 讲的都是文化文化文化喔 可是如果是文化文化文化的话 怎么会有一个 国家队的形成呢 然后他说这个重任应该由 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公共媒体来承担 然而目前的执政团队 没有展现足够的这个政治意志 去推行公媒法 公是也因为现行的公共电视法的限制 而受到预算上限的紧箍咒 落入政党杯葛 导致董监事会议难产的困境 导致董监事会议难产的困境 其他媒体不见得拿得到 因为委员嘛可能都会这个 优先想要给公事 这是正常的对不对 可是他不是国家媒体 他是公共电视 他所做的固然是怎么样 讲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可能从饮食 从艺术 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 去形成一个 让全世界看到的就是 台湾到底是什么 这东西不是用国家的力量来主导的 很容易到最后做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中央社 你常发现说 他根本是在说行国家的意志 政府的意志 他在吹捧执政党 他在吹捧坐在高位上的总统 行政院长 经济部部长 那错了东西他会不会说 不会说 否则的话 坐在上位的董事长应该就会被换掉了 你本来放的就是自己人嘛 他本来应该是一个独立机构的 所以我们发现说 从NCC的委员被放进去NCC的时候 我们就从来没有一个 真的要让他变成一个独立机关的 独立行使职权的这样的一个放手 然后这些委员呢 今天要卸任了 还在讲 要怎么样 打造一个国家队 这样对吗 所谓一夜之秋 你看这些东西 一夜一夜的这样的一个 你把这些一篇一篇的报导 当作是凋零的黄叶好了 掉下来了 你就知道说 原来这棵树啊 你看不到的地方 树干里面是不是已经被铸空了 在泥土里面的这些根啊 根系是不是早就已经死光了 植物有一个现象 活的有机体通常会有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当他快要死之前 他会开始开花结果 你看起来好像他热热闹闹闹在开花结果 其实那是垂死之前的留下一点点种子 延续生命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其实已经烂到根里面 已经快要倒了 你从凋零的或是枯枝啊 可以看出来那个现象 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现象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真的有文明 我们不是真的把台湾有内容 有知识含金亮的这些声音让他出来 你不断的让政府行政机关 拿到执政权之后 他分封的都是自己亲近的人 他们搞出来的所谓的学历教育 通通都是假的 从教育部派什么人去 从学校校长派什么人去 就决定了系主任是谁 决定了你做出来的研究的学职是什么 那么台湾真正有内涵的声音 我们真正的文明不会出现的 有内涵的东西拍出来之后 可能放到YouTube上面点击率只有个位数 没有内涵的东西 几十万的点击率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整个国家的知识含金量弱智化了 自由才是解药 我为什么相信自由 你只有放开 你不要去资助特定的人 让他因为内容所以吸引人来看 让他因为文明 所以让那些长期吃垃圾的人 吃媒体垃圾的人 资讯垃圾的人 愿意吃这些优质的食物 有没有机会 有 只要你不要一直去赞助 或是用政府标案的方式 去控制住了我们的媒体 我们现在有线电视台哪一家正常的 不断的占据那些频道 占据那些频谱 为食搭垃圾 所以才会形成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对话 没有真相 然后没有监督 所以学术圈全部烂了 政治圈跟着烂 其实完全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政府的手不能插进去 你只要放手就好了 就像对一个孩子 你应该要让他自由自在的成长 必要的框架给他 让他有安全感 可是你应该要让他自己去学习 而不是天天喂食 天天喂食到最后 我们会变成没有阳刚的力量 没有野性的力量 没有国际竞争力 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被WHO打压 所以我们说我们去弄一个国家媒体 对我们就可以不被打压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有自立自强 然后你就放手 我们有很多的好的内容 年轻人的创意 从15我们可以跟全世界交朋友 对不对 从我们的艺文的发展 可以跟全世界交朋友 你不要掐住就好了 我不赞成国家队 可是民进党早就在 四年来一意孤行就往这方向推 公广集团 多少人想要抢公广集团的位置 董事跟董事长的位置多厉害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学界一堆人 沉浮于蔡英文脚下的原因吗 想要换得官位 其实所有的根源都在同一个地方 政府三权分立 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因为三权分立从来没有成功过 立法院没有尽到它的责任 它只是一个立法局 它是行政院的立法局 很多问题立法就可以解决了 不准置入 立法就解决了 那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现在政府正是最大的置入行销者 然后现在还要打造一个国家队 想要变成完整的置入行销者 最大的置入行销者 那我们还会看到真相吗 所有的讯息都在竞争每一个人 每一天有限的24小时 如果都是这些垃圾 占据我们的空间 真正的声音不会出来 政府是最没有效能的 你砸再多的钱在公共媒体上 都达不到国际行销的结果 信不信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年是2020年了 可是今年的民进党 特别让人回想起1984年的国民党 为什么呢 国民党在这么多年以来啊 他再怎么蛮横跋扈 走过威权时代 走过白色恐怖 他都没有把水利会没收 在清朝的那段时间 你讲台湾的400年的历史 其实治理台湾最久 统治台湾最久 或是占据台湾最久的是清朝 但清朝呢 他并没有普遍的占据整个台湾 他只是在嘉南平原地区 北部 西部 南部的部分 山区呢 并没有完全的占领 东岸也是一样 那到了日据时期 其实也是一样 等到到了日据时期 其实山地部落 基本上是日本打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说 马关条曰 清朝把台湾割让给 永久割让给日本 这一段这个过程呢 是 他没有完整的权利 他如何把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就这样讲 所以就是说 好像你有一块土地啊 你这块土地只有 整个小岛的 整个公园的一小角 你只有这块土地 结果你在割让的时候 你签了一个合约 把整个公园呢 卖给了第三个人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本来就是很 很基本的常识 那这个是从清朝 一直到日本 占据台湾 把台湾当作殖民地 整个过程 要知道当时台湾有很多的土地 都还是空地 都是生地 什么是生地呢 生地 生地就是从来没有开发过的地 那他可能在拓植的这个过程 有人来啃荒 拓植的过程 他变成是良田了 那你如果久不去整理他 他又会变成荒地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在这个日据时期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像桃园那边有非常多的地 是属于一个公司叫做 日本 日本拓植诸市会社 拓展开坎 日本拓植诸市会社 我曾经在刚当律师的时候呢 跟着老师接了这样一个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呢就是因为 从日本拓植诸市会社啊 后来他是以用股票的方式 跟这一些参与开坎的这些农民 他们都是便手知足的农民 然后在这个拓植诸市会社呢 他们就占了小小的一股股权 然后参与开坎 当时桃园几乎都是在他们的开坎之下拓植出来的 他们几乎卖的就是自己的苦力 对不对 那后来等到这个国民政府进来了 拓植诸市会社的这个资料啊 就被押在这个继承人的整个继承的 庞大资产的箱子里面 有一天呢他就把它翻找出来了 把这些股票翻找出来了 到处找律师 没有律师看得懂 这东西是什么 这种股票这公司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我的老师不一样 他去翻找所有的史料资料 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权力 事实上是延续的 你不因为公司不存在 他如果没有走过解散的程序的话 资产仍然在他的名下 而且地级资料是完完整整的 一查都有去啊 包括县政府的土地 包括当时的在中立的通讯研究所 还有拓展出来的所有大马路啊 有多少土地都是政府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之下 去占用了日本拓子租市会社的土地 然后就走过了清算的程序 这资产有多么的庞大 现在整个桃园的开发 对不对 所以其实水利会跟我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有他很相似的地方 但是水利会呢 像日本拓子租市会社 它是一个公司 所以他完完真的是一个司法人 无话可说 可是水利会呢 他有工法人跟司法人的 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问题在里面 可是你不能说要缴税的时候呢 你把他当做司法人 然后你今天要把他没收的时候 你说他是公法人 那即使是公法人 你就可以没收他的资产吗 无论如何在今天整个 蔡英文政府无法说服我 他的执政团队无法说服我的情况之下 这么庞大的资产落入蔡政府的手上 我都会反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吧 对不对 他身边的团队是谁 我记得在去年民进党在初选的时候 我就让大家在脸书上面 大家回应 揣测就是说 之后他的立法院院长会是谁 行政院长是谁 然后他的五院院长分封之后 没想到真的有人猜中 有人猜中就是说 这个陈菊会去当这个监察院院长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这个 惊声尖叫了 那现在呢 擋不下来 然后还有一个更惨的 这个江川南啊 听说陈锋主义啊 让他去当公广集团的董事长 这东西有多重要呢 公广集团呢 管华士 对不对 央广 好 什么中央社啊 这上面 整个国家的跟这个媒体相关的 要派江春南去 我们今天一路从小到大 从1984年走到今天啊 对我来说就是从年轻走到今天 我们所相信的一个东西就是 党政军退出三台 党政军的时候应该要离开 然后为什么要解散新闻局 为什么言论要自由 为什么党政军不可以跟媒体有关系 结果呢 现在你要派江春南去接公广集团 江春南是想想 江春南是小英基金会的董事 一开始的时候 江春南也是蔡英文的果师之一 江春南接受中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 还表示蔡英文呢 跟两国论没有关系 蔡英文呢 她也不是台独的主张者 蔡英文一个台独都不认识 说到这里 我要讲 就是说有人说 你不是主张台独吗 很抱歉 我不是主张台独 我主张自由 我的信仰是自由 所以自由是比台独更严重的 怎么说呢 因为我主张自由 所以我也认为 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要自由 美国人应该要自由 英国人应该要自由 台湾人应该要自由 中国人也应该要自由啊 所以如果台独在香港会被抓的话 主张自由的我呢 那当然无法去香港嘛 他的航空计船舶 这些东西我早就在2008年之后 我就绝对不会踏足的 所以我即使有时候跟 譬如说 以前还有啊 现在没有 跟福人社啦 朋友啊一起出国的时候 我都要问清楚 旅行社所安排的飞机 是在哪几个点转机 我基本上尽量搭的都是直飞的扳机啦 有几个特别的国家 连转机我都不会去 就是因为 你主张自由是要有代价的 所以 当所有人都向左转的时候 你有没有勇气向右转 那也不难啦 其实自由嘛 你想什么你就讲什么 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做错了道歉 做错了负起责任扛起责任来 这个就是人生的基本态度 如果做错一件事情 错到就是说 法律认为应该要让你去坐牢 或者刻意栽赃 把你栽赃到必须坐牢 那你就去承担吧 这个就是我对人生的坦荡的态度 坐牢有什么难的 坐牢有什么恐怖的 好像一覆那种天就塌下来了 如果你有一个自由的心灵的话 监狱是关不了你的 当然 被关的时候 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监狱里面 为你收拾 对不对 我们想到李明哲的问题 你就会想到这个国家毫无作为 他甚至会为你要务 这种事情存不存在 当然存在 我们不是天真的认为说 法院就是自由的法院 法院没有党政军的力量介入 当然有 你如果不是听话的人 你如何升到主管的位置 院长的位置 这是现实 你要理解这个现实 而不是对这个现实天真 可是在这个现实底下 我们可不可以用道德劝说 我们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勇气 呈现给这一些 应该要效忠当局的人 让他们也拿起勇气来呢 我们下段进来 加入VW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大家好 所以我们来看民进党这个 现在过水利会的问题 陪审制的问题 你陪审制的问题 你承诺多久了 你写在你的党纲的东西 你通通会不会推翻 你当然觉得说民进党很烂 民进党很糟 你怎么会这样做呢 问题是 民进党已经不是1984年的党外 民进党也不是他创党时候的民进党 在蔡英文2008年 变成民进党主席的时候 民进党就已经开始直变了 他所带进去的人 已经把民进党整个蚕食带进 民进党没有风骨了 民进党已经不是民进党了 那么我们看到了 现在的民进党 让人想起1984的国民党 国民党当时败相已显 1988年蒋经国去世 当时整个国民党控制台湾 还是绰绰有余 1989年 六四天安门 可是 国民党在做什么 二月政争 宋美龄介入了二月政争 经过了一番惊涛骇浪之后 李登辉执政 在他的布局下面 到了1996年台湾终于可以直选总统 本来像一个布局 你可以想 到底是谁杀了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很多蓝军的支持者 还是对李登辉愤恨不平 非常痛恨李登辉 可是你们要想一想 究竟是谁杀了国民党 我们今天不用去听 那些已经吃香喝辣 寄生在国民党 然后寄生在国家的这一群国民党的官一代 官二代 这些人声音可以不用理他们 我比较想要听的是国民党的底层的声音 比如说最近我在中午的时候 就跟远在纽约的佳琳 蔡佳琳女士 她写的这本书 Your Our Story Our Truth 这个书 我跟她谈了很多台湾女儿的命运 还有在花莲 这些外省老伯伯 这些农民的真相跟他们的命运 这样的一生是谁造成的 我比较喜欢听的是这些真正的 一生在党国里 可是从来没有享受好处 被践踏了这群人的声音 他们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一样是台湾的这块土地上的生命 他们在写历史 虽然说他们的历史没有多少人记载 这也是我跟佳琳 要努力来谈这段历史的原因 我们不能让这些生命活过了 可是凋零了 从来没有任何的记载 我们应该要留下历史的初稿 这是我们能够尽的力气 尽的力量 所以到底是谁杀了国民党 不是这群人 谁杀了国民党 就是当时占据了国民党这个位置 没有看到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整个国家的局势 整个世界的局势 往自由的道路走 往民主法治的道路走 你如何逆着潮流呢 不但不能逆着潮流 你应该要规划出一条路 让台湾能够解脱 让台湾能够自由 你如果对于民主有基本的信仰 你就会不管你都会做过哪些事情 我觉得1996年台湾能够成功的 直选总统 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对台湾的贡献 我们才有机会怎么样 实践手中的一票来实践民主 虽然因为台湾的民主还不够成熟 所以从1996年到现在 我们每一次的选举都还在学习 都还在侦查 有多少人是还是脑袋里面装着威权的东西 以至于没有办法自由的行使手中的一票 你没有勇气投正确 你也没有勇气不投 这不是民主 我们民主不成熟 是因为我们对民主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不相信民主 所以整天就想赢想赢想赢 我就是现在这一场我就要赢 所以为什么在书里面我特别去讲 当时的什么远东青少棒赛啊 威廉波特少棒赛啊 你去回想那个过程 台湾人是多么的没有自尊心 所以一个在美国本土的根本就是一个 美国主办的一个所谓的世界杯啊 我们把它当真的是一个大使 然后守着电视 那是我们的自尊心 为了这个自尊心造假也不熟悉 球员的年龄已多报少 以至于有一年 美国恼羞成怒 也非常的生气造假的问题 他就变成只有自己本土的几个队啊 什么美西美东啊美南队啊 自己比一直到第二年才又开放 才有其他的国家地区的人可以参加 这种人格这种民族能够在世界立足吗 其实长久以来 我们如果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 总是整天想着赢 我就不管代价 你牺牲掉的是什么 你牺牲掉的是价值 真相都不管 以柯文哲来说 哎呀有没有活摘那事情 不管 难道你要连胜闻当选吗 以蔡英文来说 谁在乎他是不是这个博士啊 难道你要这个 叫什么名字啊 我怎么忘记他的名字了 高雄 韩 韩国瑜 好 我重讲 以蔡英文来说 难道你要韩国瑜当选吗 所以他的造假 他的欺骗完全都不重要了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们还相信诚实是价值吗 选上这样的总统 选出这样的总统之后 你可以相信他做了所有的判断 以及他对着麦克风所讲的话 是他的真心话吗 这样的执政者 这样的执政团队 他的支持度只会一直下降 现在的趋势 其实你觉得时间过去很漫长 今天才7月7号 离520才不过一个多月而已 还不到两个月呢 你会觉得时间很漫长 可是蔡英文的支持度呢 一定会节节下滑 所以当时是谁扼杀了国民党 国民党自己 当时他没有敌人 他觉得党外 他觉得民党如果主党 就是他的敌人 三合一敌人 对不对 其实敌人是自己 敌人早就在这个本能寺里了 今天民党更惨 比1984年的国民党更惨 因为民党当时针对国民党 都有针对性 挖出来的资料 什么学历造假 对不对 什么张军堂的犀牛皮 这些事情都真真实实 民党都很用力的去打 打出自己的江山 可是今天民党呢 国民党人有办法去打民党吗 第一个 就真找真相这个 用力跟用功的程度 从来不是国民党的强项 再来国民党自己内部 有太多假学历了吧 所以大家洞见观瞻 不敢打 再来政大帮的势力 这些党国的势力 这些深层政府 本来就还存在 国民党跟民党 白天互骂对方啊 甚至流氓老大 什么都能骂 对不对 晚上呢 一起喝酒 非常的麻吉 这种事情早就看太多了 可是民党跟当时的国民党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至少还有 民党会去戳他嘛 对不对 后面还有人追赶嘛 他至少还往前动几步 现在因为民党没有敌人了 他没有天敌了 没有天敌的民党 正在走向败王腐败的自我腐败的道路上 我看不到回头路 我到目前还看不到民党可以自救的回头路 除非民党里面多一些像黄世杰立委 这样敢讲真话的人 然后会不会有人再把这些敢讲真话的人一并抹黑呢 当然会嘛 你等着看好了 所以民党的水利会案跟陪审治案 让人回想起1984的国民党 民党还有救吗 目前看起来很难起死回生 所以以趋势来说 台湾将有第三势力的崛起 而这第三势力的崛起 绝对不是柯文哲的白色力量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后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职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要介绍大家几款保养品 我们VTW商城的商品的坚持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在地 台湾制海外契作的话 也一定是台湾人去契作 这是我们的两个原则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帅哥 他是瑞承生医国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曾成佑 英文名字是Ricky 大家好我是Ricky曾成佑 我看你的学经理 其实你是学干细胞的 算是 所以你是中山医学大学 对中山医学大学做事 一开始你就在国际检验 然后生医公司 还有干细胞应用协会 你是讲师 你对于干细胞的实验跟培养 这本来就是你的专长 是 没错 那为什么会去做保养品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其实保养非常多 但是所有知名品牌 它都是国外的 在台湾来说的话 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品牌 是推到国际上面的 我自己本身是有 就是已经有老婆了 那即将小孩要出生 对那再像就是妈妈 他们都是一定都有用保养品 因为女生就是 艾美丽 对所以呢 那加上我自己本身 其实就会制作这些东西 因缘机会之下呢 跟我几个朋友 就一起合作 就讲说 反正这样我有技术 大家都有资本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创立了这个品牌 所以你的团队 基本上都有生衣的背景 是 我先要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接触到 他们的产品 其实是朋友送的 就是我其中一个闺蜜 这些女孩子嘛 喜欢买东西 然后买一买 就发现说好用 是 所以我就开始试用 试用了之后呢 我就知道为什么 我这么挑剔的朋友 这么爱用它 第一个 它的价格真的好实惠 因为我们就是想让大家 不论是 学生族群 或者是刚出社会的 新鲜人的小资族群 或者是甚至于 妈妈 或是所谓的贵妇 大家都可以使用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好用的 对 然后再来这么挑剔的人 为什么会觉得好用 原因是因为 它真的有效啊 我那个朋友 挑剔到什么程度呢 他本来是买 左边这个 那就是这一组是所谓 你们的脊润的系列 对不对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三个是 是什么东西 这三次来说的话 就是化妆水 跟精华油 精华油 它是精华油 它不是精华液 然后再来是乳霜 乳霜 它最后大部分的订单 都是这一支 对 精华油 所以就知道说 我们现在讲到 就是完全没有Q过 那 我用的结果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精华油 因为我本来我是油性的肌膚 我不太喜欢用油的 对对对 可是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真的就是保湿 可以锁水 对不对 对 然后包括化妆水怎么用 我也是从Ricky身上重新学习 来告诉我们化妆水要怎么使用 那第一道步骤就是化妆水最关键 那这欢迎来说 它大部分都是 大家都会只上一道 或是上两道 那大家就会讲说 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也不能说它错误 是大家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都是这样子做 可是因为现在的又有环境的因素 或是大家工作忙碌的因素等等 生活压力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人体的就是水分 会就是越来越流失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 像化妆水来说的话 也要就是因应食人力物等等去做改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除了你可以用在手心上 然后把它轻轻拍打完之外呢 上个第一道 那如果你觉得很快就吸收了 这不是代表好事 这代表你缺水 所以呢 你必须要再上第二道 甚至于第三道 基本上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呢 你会可以尝试看看 可能会上到五道六道七道都有可能 当你上到你最后 发现有点浮水的情形之下呢 这才代表你的水分是足够的 上这么多道 我觉得成分会影响很多 就是说 为什么它可以锁水 以及你里面放什么东西 你下了很多的重本 可是你价格定的很便宜 你坚持在产品里面只放有效成分 对 先介绍这个好了 这个是 极润的复活修护露 这个就是化妆水嘛 那我看你的 讲的这个 里面的主要成分 海藻胶 鎖水 池石 综合本草维他命 对 好 因为海藻胶来说的话 它本身基本上就是 它里面有含非常丰富的鎖水因子 所以我们第一道来说的话 我们会添加这个东西 嗯哼 就是想要让你一开始 就有一个所谓的保护膜 形成在你的肌肤的表面上 那形成在你肌肤表面上来说的话 你就不会去容易让你的水分流失 对 第一次使用要按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所谓的空气 对 压瓶算是比较特别 它比较 就是你带出屋门来说的话 它不会露出来 对 因为我们的瓶身都是有另外 特别找过设计过的 锁水磁湿 我看到很多化妆品也 保养品也在讲到这件事 现在大多数都是添加在 高级保养品 添加这东西来说 它可以拉到6到8小时 手背上面有擦跟没擦 天壤之别 所以它确实有 马上就看到效果的这样一个本质 对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技术 是在于所谓的薄膜技术 那所以这个是修护露 我自己很喜欢 这是修护露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精华油 上面有复合式的油脂 包括 坚果油 海藻油 金盏花 洋柑橘 这个都是油类 小麦油 酪梨油 火花 然后再来它有Q10 黃旗 千日菊 黃花油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用途是希望能够滋润 臉部的肌肤 抚平皱纹 恢复肌肤弹性 然后呈现肌肤的光泽 我觉得每一次再用一点点 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它不用一滴 基本上就可以了 全脸肌肤都可以推开了 所以有了化妆水之后 精华油吗 是 这个顺序是这样子吗 1 2 3 对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晚霜了 是 它其实早晚都可以使用 白天也可以用 所以我叫它乳霜 我没有叫它晚霜 听说有一些 属于晚霜系列的话 它白天如果擦 可能皮肤会更黑 日霜跟晚霜的差异性是在于说 它里面的 营养成分会增加 真正的强调就是 肌肤想要恢复弹性 或是想恢复像 Inner Baby的肌肤等等之类来说的话 强调低一点 真的低一点就是 保湿很重要 当你保湿做好之后 你会发现你很多的一些肌肤的不适应 或是觉得肌肤会痘痘啊 或是说妆感不服帖啊等等之类 它基本上都会慢慢的去改善 都可以得到解决 好 那所以主要成分是植物类肉毒 这是什么 效果去跟病毒类的东西是一样 但是它是天然的 OK 好所以不要看到肉毒这个心理很害怕 它有深层保湿的效果 是 然后有复合式的 神经吸安 对现在基本上也是在近三年来很流行 它就是会做一个讯息传导啊等等之类 让你保水的因子 能够让你自己促进你自己生成 理解 对 这可能跟远文外线感觉有点相似 有点类似 就是让你的细胞自己 给它能量它就自己工作 与其外在补充不如让它自己工作 然后纳豆精华 蜂王姜脆 再来就是三圣泰 可是这些东西如果都是主要成分进去的话 它应该是非常昂贵的一瓶乳霜 没有错 而且我们的配方的比例也跟大家比较不一样 大家都是由小往上加 我们是由最大的%的比例往下调 乳霜类的产品 它只放2%的话 最贵的它就是从2%开始放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两边 就是年轻款的跟这个比较熟龄的 共同会用的一支就是清洁 因为清洁是所有是基本的工作 对 没错 好 那清洁我知道是你亲自设计的 你为什么把它设计成是一个结盐的慕斯 不管是用凝胶类的 或是像一般的乳霜类型的洗脸 或是像现在用的慕斯类型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 效果基本上其实都一样 清洁力都是足够的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 就是想要做成慕斯形状来说的话 也没有什么态度 就是因为我个人喜欢用慕斯 就这么简单 OK 它很容易取用 因为它就是压棘的瓶子 然后慕斯就出来了 压一下或者有的就是压两下 基本上就够用 它主要的成分是 纳豆精华跟硬度三扁豆的萃取物 它也是属于保湿精华类的一种 那它也会促进你的身体的保水因子增生 那我其实问过你就是说 包括有没有过敏的问题 是 的关键在哪里 是因为有一些人添加了法定的防腐类的东西 对不对 有些人对这些东西过敏 那所以我们所选的这些 所有的有效成分类比来说的话 我们都是选择最低敏的 所以我目前是用到现在 有超过百位 那没有任何一个是有任何的肌肤的红种 或是过敏 我自己也没有 完全没有 这些都是有所谓的原厂给我们的一些数据 国外原厂给我们的数据 那我们当然不能只相信原厂 我相信的是文献 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你的有没有产品保险 有我们有产品保险 那产品保险是哪一家公司 所以有产品保险 大家不要担心 这东西基本上就是国际大厂品牌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基本上都会按照他们的流程下去做 会希望就是说 我们一样是专柜国际品牌的品质 但是会是台湾非常亲密的价格 有没有男生在用 男性在用你的产品 其实这有啊 男生也能用啊 男性基本上我都会推荐他们直接用超润就好了 因为男性本身就是比较容易出油的肌肤 再加上男生比较爱吃 身体各方面的养分其实都很足够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Ricky 带给我们这个两款的保养的 非常好用的这个产品 然后真的是佛心价 那我们即将在我们的这个 WITDA T-Level商城上架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